我接下来我想针对虽然这短短的六张投影片 一张两张三张 三张然后拉过来四五六 好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您不要这一张 直接点这个叉叉就被我们删掉了 好我们现在做一下给你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了 那在这个地方他说拖曳您的照片到这里 意思就是说假设你要再增加照片是可以再继续增加的 然后再补进来 那现在没有补进来代表什么 他只会播到第五张就结束 好那接下来呢 还有可能您要修改这张投影片里面出现的字 所以怎么修改就是点这一个 或者是假设这里面你要加字 那你就快速点两下 我现在呢我先做的是这个字的修改 就快速点两下 这边有一个完字 修改 这边它呈现的叫做Photos for every occasion 是不是 这实在太少了 好我就点一下它 然后把这个字改掉 例如说Welcome to Welcome to YMU 就是那个国立阳明大学 好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字的大小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大 很大 好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Welcome to YMU 然后您也可以去设定它的颜色之类的 这边我就不花很多时间去交讲了 这是删除 好所以我还是要显示 Welcome to YMU 然后接下来点确定 那如果这边我设定好了 这边没有字 没有字 假设你要换成加字进去 例如说这个地方 我可能就蛮适合添加文字 所以请点这个加 然后点这个 它会变成这个画面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刚刚 我是不是快速点两下它 然后我要添加文字 添加文字是不是就点这个加 点了这个加之后 它说添加简单文字迅速直接 或者是什么什么 好我现在刻意选到是这一个 点下去 它会跑到文字 刚是在照片这边 现在跑到文字 那你随便选一种 随便选一种 假设我选择 我选比较单纯的文字 比较单纯的文字 就是后面 因为我要去说明 首先 先到Google网站 所以我用比较单纯 不要跑来跑去 变来变去 例如说 我选择这一个好了 选这一个 然后直接 直接把它 例如说 拖曳进来 拖曳进来 放函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打字了 例如说 我就输入 首先 打开 打开浏览器 然后点选确定 来赶快 这一页 做好了 就是打开 打开浏览器 然后 接下来在这边 因为我要加文字 快速点两下 添加文字 点它 然后一样选 这一种 然后直接把它 拖曳进来 拖曳进来之后呢 它会固定放在下面 刚刚我不晓得 您可不可以了解 好 那要放什么呢 我们在这边 输入 国立阳明大学 输入 国立 阳明大学 然后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 确定 然后这一页呢 这一页 添加文字 迅速 一样选它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就是要输入什么 点选 第一个 超连结 然后 确定 确定 这样子我是不是就打好相关的文字了 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很多同学询问的 就是音乐的部分 音乐部分 它这边只是要告诉你哦 其中 它只要把这个 你喜欢的音乐 把它拖曳 拖曳到 第一章 拖曳到 第一章 它就开始播 那如果你后面没有再拖曳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我第二个音乐 我很喜欢 我拖曳到这一章 它就会 两段音乐 那如果你后面没有换音乐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音乐会从头播到位 它只是告诉你说 它的音乐可以随时加进去就对了 好 接下来 这里面有很多音乐 有什么 最受欢迎的 好 点它 有没有学术风 好 那有90年代的音乐 这边就好是选那个 YouTube已经通过审核 好 比如说选这个 有点 科幻 梦幻 选这个 我觉得刚刚 这一个还不错 不是啊 是这个 好 我就要选这一个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它推到第一章 这一个推到第一章 这个音乐哦 用拖曳的方式拉进来 放开 然后您去播放一下 换灯片 是不是音乐就换掉了 重播一次 可以吗 原则上我这张影片 我就只想要介绍到这个地方 其实里面还蛮多好玩的 你们都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先坐到这边 因为最后我想要介绍 输出了 但是不是存到粉机 是发布到 YouTube 还有脸书 这是 肉 是 剪达 剪达 剪达